就在前面了 好,去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九 今天上午的时候 胡杨他跟我说,他要帮我看一下 我那个养猪的地方 帮我给一点建议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做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我不懂 他说可以给我一些 建设性的意见 看一下地址方面 合不合适 所以我先带他看一下 具体要怎么弄 我也想多听一下意见 这样子少走一点 弯路 我就是打算 就是说这一天地 对,刚好这里不是有树吗 那个猪也可以进去 因为我去看了那边 那个里面那个养 养猪的那个地方 他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这里我感觉不太好 为什么呢 你这边比较低洼 你这个壳就在边上 到时候你长水怎么办 他靠近河边的话 他会有那个 那个湿气比较重 到时候那个湿气可能不太舒服 容易生地 这样啊 尽量选均 往高一点的地方 不要选那么低的地方 但是我考虑是这边的话 他是比较平 然后我围起来的话没那么麻烦 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他是 三亩左右吧 就是说八百块钱一年 然后离我住的比较近 离小美住的也比较近 到时候我们照顾起来的话 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你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吗 但是我再看完另外一个地方先吧 这个地方说实在的是被雪 真的太靠近河边了 那个一涨水怎么办 夏天涨水 你直接就涨到这里来 到时候 损失惨重的 你如果要尝试 还不是说 养来玩的 那你要投资的 你要投资建设 要铁链圆围起来 什么的 所以是这个问题 先去看完另外一个场地 可以先看一下吗 真的先放在被雪里面吗 那行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地方 累吗 累啊有什么累的 在这边 小美小心鸟 在这里吧 好 喂 你里面 这边好多棋子 这边有好多棋子 这边好多棋子 你有那么一根包脸就鞋了一下 和鱼 这些是鱼 好,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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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了 这里吗? 就是下面那个田 然后再这个田 我是让它往上跑 对,如果要围的话,就是说这边山也要围起来 然后下面那一片田全部要围起来 这个比你刚那个好多了 这个比较高一点,高一点的话 它跑不上来吧? 对,跑不上来到时候 你拦起来吗?圈起来吗? 它是这里加这边山的 我这一个山 这边山 我应该是跑不上来吧? 你到时候跑不上来 它这里不是有个小路上来吗? 它可以上来的 它可以上来的,因为那种猪它野性很大了 它可以上来的,但是就是说你围起来 这个里的地方要比较大,不要费钱 带着一个这里水电是个问题 水电在那边拉嘛,我光看到那边有电可以拉 水的话,这里看有没有山泉水 引一条山泉水下来,就可以解决了 你以为山泉水那么容易引的? 不是啊,那边有住户的呀,跟他谈一下嘛 跟住户谈那不是山泉水的,那是自来水的 没有,他们这边都是用水顶的 对啊,不用自来水的,都是用水顶的 对啊,到时候我们搞个水桃 再给猪用就行了呀 用量蛮大的哦,你还会答应啊 是啊,就跟他谈嘛 然后,给他多少钱啊? 这边,这的地,加这个山的话,租金就有点贵吧 有多少? 贵还是刚那个贵? 那肯定这个啊,那边那么小的地方 嗯,这边的话好像是,大概问了一下啊 三千五一年 有点贵哦 嗯 有多少? 不知道哦 我看不出来,就是这里 那边,那边,那边也是 那边,那边,那边也是 那边很大哦 就是要走上山,还要走上这个山 这个你养十几头,到时候可能会养成野猪的 就是要,要买,肯定是先繁殖嘛 嗯 开始没经验肯定是先买个几头来嘛 嗯 那你是觉得这里比较好是不是? 是啊 这个地理位置比那边要好 你去哪里小伟 我觉得那边好一点 那你这个进路边,不好的嘛 然后离我们住那里又远 平时照顾有可能有点麻烦哦 他们这么远 你可以这样子,在那边也可以用 就是说,先养少一点 看一下情况如何 这里,进路边不是应该更方便吗 你拉东西老外啊什么的 臭啊 臭啊 人家这里,如果说猪的话 他那个分辨会更不要的 人家这里来来回回的走这条路 人家会有意见的 不能造成大众的困扰吗 这个也是,这个要跟村里面沟通过 而且你是两条路啊,不是一条啊 嗯 两边都是路 他这里只是进去摘果的 嗯 他里面不是村的 他里面全部都是种果树的 种了些砂糖菊啊 然后种了沃干成子的 是,都是去果树的 而且在路边养猪 我觉得有点不安逐了 就怕被人盯上了 把你偷了 你人偷你都亏大了 这也是 那你还是 我表演说的也有道理 你说要兼顾一下 这个综合方面的因素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要哪一个 你那边想也是可以养 我刚说那个 只是我怕那个水大会淹上来 但是你可以养少一点 先试一下情况怎么样 到时候可以搬的吗 可以牵过来了吗 但是如果说你 你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你围了之后 你围了电网围了 通了水电之后你再搬 它成本很高的 嗯 是不是 按照现在的局势 它洪水不会太大的 到时候问一下村民 现在雨天又不是很 不是 问一下村民 这边以往这个水 涨了有多高 了解一下这几年的情况 再做决定吧 嗯 也行 到时候我先商量一下 嗯 先沟通一下吧 因为小 小美她没有见过这个猪 然后我跟我表哥就说 带她来看一下 然后毕竟是要一起去 就是一起去合伙去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确定下来 大家议店 是不是一致的 是吧 小哥 这个猪厂的猪 之前我是来看过的 嗯 她刚好下了一窝 这个小猪 那个小猪 嗯 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很小的 嗯 所以她已经长成这样子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养的话 我们可以 挑这一窝里面的挑 你可以看一下她有没有那种 成年的母猪出售的 嗯 她这个发展还是挺快的 她这个之前就是 二十头猪 现在养到了一百多头 但是现在小猪 但是我们养的话 还是要用那种母猪 对 母猪去缠 你看她这个房子一窝出来 都有十多个 嗯 一窝十多个 嗯 你看这个猪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跟我们那边是不一样的 是吧 里面那边没有这种猪吧 没有 没见过吧 这个猪肉应该跟白猪不一样吧 不一样的 她这个猪 猪肉吃起来是甜的 她这么生气 真的 甜的 她这个猪的价格 她不像白猪会受影响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现在白猪啊 什么什么价格 她不受影响了 她就是这个价 她这个价格很贵的 她就是这个价 而且她这个 这个老板这里啊 我看到她往山上跑了 现在都已经定好了 这些都是定好了 对 你先定好把她养 嗯 这些是正宗的走地猪 山地猪 她整个山 她这里是喂饲养的地方吗 喂的时候她就下来吃了 啊 她是全部都是放养的山 她在这里不怎么臭 对对 她都是放养了嘛 人家喂的都是那种红薯皮啊 什么的 喂饲料 喂饲料才要臭一点 饲料的猪才要臭 而且那个肉也不好 嗯 那就是母猪 那就是母猪 那就是她妈妈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她还当生啊 嗯 我以为她肚子里又有了 哈哈 没有 应该没有 这个是 这个是有小猪的 这么小的有小猪啊 是啊 上次来的时候她说 这个是有小猪的 天哪 这么小 肚子大大的 我还以为是那种母猪生下来 没有多久 她 这种猪她成年 她也没有多大的 就是几十斤 对对她这几十斤 就很大 这个完全颠覆了 我对猪的认识 好 这种是主要是给你拿去烤那个烤香猪 烤乳猪 对 烤那种小小猪拿来烤 你就是拿这种 对 所以说她这种品种不是很大 难可我想 烤乳猪怎么那么小一只 你以为是那种生下来的小猪 是不是 其实她成年了她也这么大 她就是这么大的 她这里都不够卖 她的猪 对 都定下了 一下出来就定好了 都是外地的来收的 她都不用仇卖 不扯的 不扯的 其实你说你担心 在路边有人来拿 是不是 嗯 老板都不在这里的 你看 她平时就来喂一顿 然后她都不来了 但是人家这里有养狗 我们也可以养几个狗 这里保时捷 哈哈哈 我问你保时捷 你保时捷 人家还吓她了 对 保时捷还吓她了 胆子好小的 保时捷 嗯 那 他们就是平时这样在那里晒 不用 到处跑的 乱跑的 下雨也不用回来 回来 都回这里啊 自己进去的 自己进去啊 上面也有 也有盖了一个给他们 沉凉的地方了 要不要去上面看一下 走上去看一下 走上去看一下 没有 这个是非主流 哈哈哈 这个是里面的精神小伙 毛这么长 你看那上面一群 那一群 是不是 那一群猪 看这个 是上次我跟表哥来一起看过的这个养粥厂 然后 好像是 让老板带我们来看的 这老板回去 睡午觉了 都说没事的 自己上来看吧 它这个电网不要靠近就可以了 它那个电网是通电的 它是防止那个猪跑的 然后小美她大概也了解了一下 她是觉得这个猪是非常可以养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 这种就是这样子的饲养方式 因为很多人认为的就是 它是要修一个猪圈 然后养了那种白猪嘛 现在白猪价格大理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跟我说白猪价格很低迷 但是我们养的不是那种猪 是这种 这个好像是叫什么猪啊 但是她说是巴马香猪还是什么 还是藏香猪 我忘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年的时候 我吃过这个肉 那时候我记得我去那个朋友家 他们刚好在那里就是买了 就是那个猪他们要出烂了 然后卖那个猪的时候 我买过猪肉回来吃 是比平时那种猪肉要香一点 好吃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决定了 定了就是叫养这个猪 然后看一下她这个老板 她是她那个母猪 就是怀孕的母猪卖不卖 还是说我们到时候去抓她那个小仔来 回去养 这个要晚上跟表哥啊 还有小美商量一下 然后表哥他要去跟村里商量一下 那块地猪上来之后 我们是要怎么去发展呢 先回去了 他们已经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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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